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N与阿Lang 频道 今天阿Lang 会和大家分享 陶三姑的演艺人生 陶三姑生于1895年 驻于1983年3月13日 陶三姑原名叫做陶群英 此外他亦用过陶陶艳和陶秀征 他组织是广东南海苑 广东市超群乐粤剧班主 周錦波夫人 他们若有一个儿子 但很可惜她丈夫周錦波 五十年代已经小了 所以她由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开始 就已经守寡了 早年陶三姑就在上海 和当时仍然是英属的殖民地马来亚 就做首席的粤剧花旦 她都是首席的粤剧花旦 当时她做粤剧花旦的艺名 就是鸩老鼠 由1935年开始,他也像其他粤剧《红灵》一样, 零影相妻,又做大戏,也拍电影, 他主要是参与粤语片的演出, 而在粤语片里,通常他扮演的角色都是媒婆, 包租婆,诸如此类的角色, 此外,他也经常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越南等地演出粤剧,但后期演出的粤剧, 他就专当丑角,年纪大老了之后, 就不能再做花旦了, 另外也参加了一些歌剧的演出, 陶三姑去到1970年代就昔影了, 昔影了十多年之后, 在1979年的8月, 有报纸又报道他会复出, 今次复出不是拍戏, 就去了电视台做电视艺园, 在麗的电视台客串一些电视剧集的演出, 陶三姑做粤剧时的艺名叫做银老鼠, 在清末文初时代, 就是第一个去到上海演出的银班的正印花旦, 什么叫银班呢? 银班即是全女班的粤剧团, 即是在那个班是没有男人的, 全部都是女人, 当时陶三姑在这个班里做正印花旦, 当时一些上海的剧评人, 对陶三姑的评语就是这样的, 清千得宗, 体态轻盈,一战相同, 游足令观众拍夺, 即是非常抢眼, 唱功清脆,力力如出谷黄银, 即是歌声非常好, 表情美绝, 即是说表情也好, 唱曲也好, 好像出谷黄银那样好听, 这个赞美就表示了当年陶三姑, 就是一位相当之身段丰满, 而又渺调,眼角送秋波, 相当之誘惑, 对观众来说, 相当之誘惑, 所以它是善演一些风骚戏, 它当时都是一个炎蛋来的被人称为, 它的唱腔清脆,声域广阔, 它是属于一级粤剧演员, 在1950年香港制作的电影《珠江蕾》里面, 它就飾演了一个角色叫肥婆三, 在这个戏里面, 这个角色令到它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是一个荣誉金质奖章的。 另外, 陶三姑也在1955年12月, 代表近永福药行, 当上了公展会小姐。 在1983年3月13日, 星期日, 陶三姑因为爆血管的关系, 爆血管送到医院抢救, 但救不了, 不治世世, 之后, 在同年3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11点, 就在九龙红磡的世界博拼殖馆出份, 围体就葬在和合石的墳场。 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陶三姑参演过的电影。 她演出过相当多的电影。 她由1936年开始拍摄电影。 一九三六年, 有但嫁妹, 一九三七年, 笑虎的疯狂, 如此人间, 方唐老爷, 回祖国许, 女性之江。 接下来就1938年。 1938年, 陶三姑有演出过《花心罗伯》, 《八百壮士》, 《六月飞商》, 《飞将军》, 《萧云大姐》, 《花心罗伯》的大结果。 《紫霞杯》, 《黑米养家姑》, 《柳文柴》, 《周氏反嫁》, 《孟丽君》等。 今天和大家分享, 《陶三姑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 点赞, 分享, 亦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陶三姑的演艺人生》。 拜拜!